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继续我们这个用人画 翻译保险术语的环节 也是我Marco 我今天讲讲很多保险朋友 都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做保险不是打份工 做保险是一团生意 这句话就不只是很多保险朋友会挂在嘴边 我自己其实都常常挂在嘴边 我常常都说做保险真的不是打份工 而是做生意 其实这个讲解是什么呢 很多人这样说 主要是做保险agent的几个特别 第一就是所谓的时间自由 那时间是不是自由呢 时间确实是自由的 那当然不同的区域 就是保险的行销团队 营销团队 每一个外勤的销售团队 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 rules 他有自己的一些规定 那这些规定就是由他们的区域总监去创立 区域总监上次介绍过是做什么的 可能这个区域就会要求他们 要几点几点上班 几点几点要在公司打卡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都是给保险agent自由活动的 所以时间自由是真的 因为你留在公司 大哥留在公司 客人不会在公司出现 你留在公司找客人 除了不停打电话之外 你没有什么做到的 你如果要去见客人 一定要走出去的 总之保险agent 这一样东西 其实一定是会时间自由的 因为公司本身并没有规定 一个保险agent 要在什么时候回公司 什么时候打卡 要做什么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第二个 为什么很多人经常都说 保险agent 是一个生意 就是因为他收入无上限 什么是收入无上限 如果打工 其实你的收入 是有上限的 你升职加薪最高最高 有一个压度 你不可能说我这份工 是无限的月薪 如果有这份工 你不如介绍给我 我也想认识一下 没有的 但是保险 其实他的收入是不是无上限 因为确实是无上限 为什么 我自己签单 其实没有人限制你签多少单 你可以签很多很多单 赚很多很多的佣金 你自己建立团队 没有人限制你最多建立多少个团队 你可以建立一万两万 十万人的团队 你只要建立到 那都是你本事 那这个收入是不是无上限 确实是无上限 那既然时间自由 收入又无上限 那就跟一个生意一样 都是时间自由 我开一间餐厅 我都是时间自由的 我可以说我今天不开 我就不开 我明天想开足24个钟 我就开足24个钟 喝你而已 你是自己的老板 你是自己的主持 那你开一间餐厅 你开到整行 整市几十万间的锁店 你都是可以收入无上限的 那没错了 见基于这两点 的而且可以说保险是 时间自由 收入无上限 不是就这样打工 而是一个自己的事业 但是 我亦都遇到过很多的新人 入到行之后 就会投诉 即不是我自己那些 其他地方我看到的 投诉什么呢 就是说 喂 骗我的 入到来我觉得 比打工更惨 打工起码 我准时出现 就是有良出 现在我准时出现 做了些东西 为什么也没有良出 说好的时间自由 喂 但是我公司要求我 应该是说我区别要求我 我经理要求我 每天打卡 又说是时间自由的 收入无上限 是无上限 但是也无下限 几个月 没有良出了 喂 我吃什么 真的比打工更惨 这个时候他就说 喂 你说什么时间自由 你说什么收入无上限 你说什么是自己的事 不是打工 这些骗人的 那是不是真的骗了他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说是骗了他 但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他的期望有个落差 因为可能对他来说 他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 没有自己去创过业 其实我相信 如果有自己做过生意 或者自己创过业的朋友 就会觉得 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 我打工 没错 我只要准时出现 我只要做齐事就会有良出 没问题 但是你做任何生意 其实就算我投入巨额去做一个生意 是不是一定有回报呢 其实没有 在生意的世界里面 并没有 我只没有付出 就一定有回报 这一样东西的 你可以付出了100% 获得的回报可能只有1%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也都有可能 你可能只是付出了1% 但是你获得的回报是100% 有没有可能呢 也都是有可能的 其实本身做生意就是一样 高付出不知道有没有回报的东西 回报当然如果有可能是很高的 其实任何生意的本质上 都是你自己决定自己的时间 你想扔多少时间和资金下去做 你自己决定 你想这种生意做到几大规模 你自己的能力决定 和你的制愈决定 其实不是和做保险一样 所以我是一向都很认同 做保险是一门生意 只不过千万不要将做生意想得太美好 千万不要觉得做生意就是赚大钱 做生意就是心肝颈 做生意就是时间自由 What life balance 其实不是这回事 做过生意的朋友就知道 绝对不是这回事 所以其实和新入行的新人 保险新人他强调保险是一门生意 不是一份工作 我觉得是完全没错的 因为他的确是 但是如果不停强调做生意就有多好有多威 而不强调做生意的风险和有机会面临的挫折 其实是真的骗了他入行的 其实如果一个新人他本身真的明白做生意 所谓做生意的真谈是什么 其实他是不会说所谓的被骗了入行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 拜拜